欢迎回来带您关心国际最新资讯 美国阿拉斯加航空波音73机MAX9客机 舱门从高空掉落之后终于找到了 地点是在波特兰一名老师住家的后院 这是路透社报道 幸好也证明机舱门在掉落的时候附近没有人 才没有造成伤亡 但是这起意外发生不久之后 也导致全美同机型的客机紧急检查 而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显示 还有171架现在是停飞的状态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